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X系列的一个报导 我们知道RX从1999年上市至今 其实一直在国内属于中大型的豪华SUV 一直是属于龙头的地位 那么在141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大改款 当时对RX这么多年的产品先来讲 算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革 尤其是外观上 非常的磨灯 非常的流线 甚至杀气腾腾 那跟以往的 以往的这个Lexus或者Toyota车系 有非常不一样的面貌 当时引起众多的讨论 那当时的发表及试驾是在日月坛 相信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是的 当时我也特别提到说 从前的RX或说从前的Lexus车系 感觉在外形设计上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从15年 1415年那个时候的大改款 有个很大的变革 外形非常的锐利 有形 肌肉感 摩登 我想对于从前 对于Lexus车系比较喜欢的车主 通常是属于比较保守 年龄层比较高的族群 是不是能有接受度 哈哈 但是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现在19年啊 RX是进行小改款的 我们会发现说呢 销售量依然是 在一个非常高档的状态 依然是处于这个中大型房车的 这个龙头的地位 显然呢 大者很大 大者呢 引领潮流 这个部分呢 显然在销售数字上呢 是被印证的 RX车系呢 它分为RX300 RX350 以及350L 就是长轴板 那么在油电的部分呢 是RX450H 跟RX450HL 那么加上一个L呢 表示说是长轴板 那这个长轴板呢 其实对于Lexus的RX来说啊 它的轴距 轴距和轮距 都是一样的 而长轴板呢 主要是指呢 在后轴之后的延长 也就是一般我们认为的行李箱的部分 那个地方是往后延长的 延长之后呢 增加了之前所谓的七人座 这个在 这个一年多前小改款就出现了 七人座加上第三排座椅 而这一次的RX呢 19年的小改款啊 在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蛮大的变革 L车系 长轴车的版本呢 它分为六人座 以及七人座 从前都会认为 所谓的第三排座椅 一定就是呢 二嘛 两个座位 因为行李箱还是相对比较小 因为有一些后面悬吊行李箱的问题 但是呢 二加三加二 也就是七人座 是大家熟知的 好 那这一次的RX小改款的 所谓六人座 是说把第二排呢 也做成跟前座一样 是单独座椅的 单独座椅 比如说 Toyota的Alpha 这一种所谓的Van 所谓的Van 是有类似的做法 就是说呢 把椅子独立起来 那乘坐感更舒服 你有包覆性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因为独立起来之后呢 你椅子跟椅子中间出现一个走道 就是过去我们提到说呢 如果说你是Van的话 因为单独的座位 中间是有走道的 但是你不会想到说 像这种SUV 这种所谓的七人座 居然也能腾出所谓的走道的概念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六人座的一个特殊的做法 除了说后座的人 后面那两个人能够各自坐的跟前座一样 有包覆性 单独的一个座椅 而且呢 空间更腾出来了 好那另外呢 在第三排的部分呢 这个19年的小改款啊 它也使这个第三排的这个座椅呢 可以做移动 两段式的前后移动 使得你人跟行李 各占多少比例的空间呢 是得以调整的 好那在内装的部分呢 其实最明显的改变 就是这一个12.3寸的荧幕 这个大荧幕呢 其实在2015年啊 RX大改款的时候呢 就已经特别注意到了 一个横向的 非常大的荧幕 它同时可以做两块的切割 因为它够大嘛 但是呢 这一次小改款呢 特别就是你注意到 它的位置呢 是朝向 朝向我们乘坐 就是朝向坐舱 往后移动 移动了十多公分 那往后移动呢 你可以想到是什么 对 它增加了触控的功能 你如果太远的话 你触控摸不到嘛 但是呢 你现在移过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透过触控 透过触控去操作它 OK 好 这比较符合现在一般人的 这个所谓3C操作的习惯 好 那其他包括了这一个 包括这个可以关掉的手机 手机充电破 然后呢 再来是有两个USB的这一个充电用的 这个是没有资讯交换的功能 完全是充电用的USB的插头 以及一个 一个这个12V的电源供应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Mark 所以它呢 它其实只有给你充电用 而且2.1A哦 其实蛮强的 两个安培了 好 那这个马鞍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四轮驱动 350的话呢 它是标配 以前轮为主 后轮为辅的一个机械式的 机械式的这一个四轮驱动 那这个地方呢 除了有模式选择之外 还有呢 就是防滑系统的开关 以及呢 四轮驱动的一个解除与否 或锁定 好 好那你箱子打开来之后呢 手套箱打开来 好那你中央置物盒 打开来之后呢 会看到呢 诶 又有两个USB 这个USB呢 跟前面的那两个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会注意到 前面这个呢 它告诉你是充电用的 而置物盒里面 这一个呢 你可以看到 它那USB呢 下面还有一个USB的Mark 那那个呢 是有资讯交换用的 好 这资讯交换是干什么的呢 我自己小时候 我自己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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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自己不在意 现在是可以 就是我自己想要的 这是你自己想要的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推出的RX小改款它支援了包括Apple的CarPlay以及Android 两个系统都可以透过刚刚就给各位看到两个USB的Port 透过中央置物和那两个USB孔 用这个连接线去做iOS以及安卓系统的车载手机连接 好那在方向盘上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 这个主动安全的辅助设备 那它的这个所谓的LTA就是车道偏离辅助系统 它这个呢当你在DRCC也就是全速域 全速域的一个主动式巡航启动的时候呢 它同时可以启动这一个车道偏离辅助系统 它是可以让车辆做至中的 好车道偏离的辅助警告或者回馈修正 这个呢以现在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了 但是呢要能够做到车道的至中 维持在有效的白线中的一个至中 这个部分呢倒不是这么的一个common 但是呢这个19小改款的这个RX呢 已经把这个东西呢列入标配了 而且呢特别的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至中啊 它就是拍左右两侧的一个这一个标线嘛 但是呢它也特别提到 如果说你的标线是不清楚的时候 它会跟前车 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一次小改款啊 在所谓的主动安全辅助部分的一个重大改变 好那么在外观的部分呢 主要可以说呢是在于塑胶件 好塑胶件就指说 前保杆啊后保杆啊 然后呢车侧啊底板的侧裙啊等等的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呢它的这个所谓的前水箱护罩 好水箱护罩呢你可以看到里面一格一格的方格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纺锤造型 然后呢里面很多的这一种弧线嘛 它里面的每一格的造型 每一格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好每一格都有些微的差异 因为它是整个流线的造型嘛 那么最容易注意到是这个所谓的三眼式的LED头灯 但你实际上看起来你感觉好像四眼有第四片在那里 好那这个部分呢除了大家一向就很熟知的这个所谓的L型啊 飞溅造型的日行灯以及序列式的方向灯之外 特别呢这个所谓的三眼里面啊 在这一次的设计呢是有特别蹊跷的 好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Lexus的车系呢 它这个头灯哦除了自动起闭之外 好一般我们熟知的就是说远近光灯自动切换 好对方有来车的时候呢 它会切成近光灯 对方没有来车的时候呢或前方没有车辆的时候呢 它是远光灯好这个部分呢是很多车都已经有了好远近光灯的切换 那我们知道Lexus的车系啊 它在这个部分本来就是比较先进的 就是说呢它利用一个矩阵式的概念 好很多很多LED整排嘛 对不对X轴Y轴 好那比如说10×10 然后就是100颗 那打出去的这个光的面积呢 可以透过这100颗 好比如说你把右上侧的 好这个3×3这个9颗呢 好关起来 那这一块就没有打出去 好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正方形打出去这个面积 这一块就黑掉了 那你当然不一定要这个3×3啊 你可以左下的4×4啊 或中间啊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些某些部分的 某些部分的光源取消 甚至用遮蔽的方式 哎没错 它这个呢就叫做遮蔽的概念 当然比如说你的正前方有一台车 但是呢车子以外你还是想照明嘛 那遮蔽呢就会往前投出的时候呢 会照到前面这一台车的部分是遮蔽的 或者说呢前面没有车 打出去的光呢是散出去的嘛 它发现你左前方有对象来车的时候 左前方这一块呢会遮蔽掉 但是你的前方以及右侧 依然是有照明的 这就是所谓的遮蔽的概念 好那你说这样不就很厉害了吗 那190小改款这个头灯还有什么厉害的呢 好它这个头灯呢是最新的科技 其实这个很酷哦 这有点类似呢 呃我们讲说看电影 有没有 那早期就看电影 不是说那个胶底片 啪啪啪啪啪一直跑 有没有 或者讲卡通 对不对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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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连续播的时候你手就是晃过去 靠人的视觉暂流嘛 其实瞬间的改变位置 但是呢你感觉是流畅的 因为呢视觉暂流 好它这个呢叫做Blade Scan Type 透过晶片控制高速旋转的扇叶 以及毫秒起壁的远光灯源 这样子来精准的控制头灯照射 以及遮蔽的范围 就是说呢我前述的那种遮蔽的 遮蔽的这个方式呢 其实打出去的精准度 其实还不是很够 但是呢它透过这种高速旋转的反射镜 和呢毫秒控制点放的这个LED呢 使得它打出去的该照射 以及不应该被照射的面积 以及位置是非常精准的 它打出去呢是瞬间扫 照明不照明不照明不照明 不照明不照明不照明 啪啪啪啪一直连续扫 因为毫秒非常的快 你感觉就是打出去 比如说是要 A B C D 你的 B 跟 C 是不照明的 A 跟 B 跟 D 是要照明的 它其实 A B C D A B C D 一直扫 亮 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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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ects 亮 不亮不亮 當然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你遮蔽的功能能夠更為精準 所以我們未來看到新款的RX在路上 除了我們看到它的方向燈很酷之外 你想到它那個頭燈就跟放電影的概念是一樣的 好厲害好精準 不僅說你可以不要刺眼到前車的後照鏡或對向來車 而同時你也可以依然提供完整的照明 對於路標的一個辨識、行人以及整個路況的掌握能夠更精準 這部分日本人真的很會做這種東西超厲害的 懸吊的部分前脈花城後多連桿 如果是F Sport版本以上的話會有AVS 所謂的可變阻尼避震系統 其實你實際上開起來會明顯感覺到這個AVS 它在啟動的時候是有更明確的一個路感 和更有韌性的避震感覺 雖然說這個文章上都是寫所謂的可變阻尼避震系統 但是我們由這個圖上 由這個行路上的圖上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應該跟龐東老師之前在很多電視節目上跟各位提到的 主動式的懸吊是有關係的 因為它這個AVS展現是前後的防晴桿 前後的防晴桿 中間居然是有一些看起來是一個 不管是電動或油壓的機構 因為我們知道呢 這個所謂的防晴桿就是一個摸字型的一個鐵桿 可能是空心的可能是實心的 像這一次的RS改款呢 它的後面的那個防晴桿就是用空心的 重量比較輕 但是呢防晴的作用依然有 就這個桿的摸字型 摸字型的兩個轉角就是鎖點 鎖在車台上 那摸字型的兩個末端呢 一邊鎖右旋一邊鎖什麼左旋 當右旋抬起的時候 透過這個摸字型 會把左邊也帶起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平衡感的概念 使得你右輪往上的時候呢 左輪也會有一個往上的力量 讓整車相對下沉 而不會造成因為右邊升起了 然後呢右邊車台怎麼樣 往下移動變成傾側 那這個AVS呢 我們由這個圖上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你這一個平衡感 過硬的時候呢 左右干涉過多 雖然說傾側很好 抗傾側很好 直線的時候呢 我單輪遇到突起物 我不僅單輪吸收 我另外一輪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因為防傾感 那你防傾感過軟的話呢 抗傾側能力又沒有 那怎麼辦呢 所以一些性能車通常 防傾感做得很硬 當你傾側的時候抗傾側 過彎能力很好 但是直線的時候呢 不僅說舒適度 單輪受阻礙的時候呢 舒適度受影響 而且直線的高速的一個穩定性 相對比較模糊 所以呢一些比較高階的車呢 就發展出所謂的可變阻尼 會講可變平衡感硬度的防傾感 那這個AVS呢 雖然說延場資料一直告訴你說是 可變的避震器阻尼 但是我看這個圖像 顯然是一個可變硬度的一個防傾感 那你當你車子呢 包括方向盤轉向的角度啊 居直側向感應啊 當感應到你在過彎的時候呢 它防傾感就變成硬的防傾感 抑制的很好 當你轉角是直徑的時候 感應到你是直徑 居直也沒有側向力的時候 表示你在直行 這時候防傾感就變成怎麼樣 變成軟的 使得呢來體現呢 防傾感的抗傾的能力依然存在 然後呢也不會破壞掉你的舒適性 以及呢直徑的一個穩定性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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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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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這個R1350呢,它是一個V6 3500cc的NA引擎 它這個NA引擎呢,你要創造大的效率呢 不拖幾個重點 譬如說可變 可變正式 進排氣正式重疊 然後呢 缸內直噴 這個部分呢 這個引擎當然有 但是呢 除此之外呢 Nexus這個引擎呢 它有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 就是所謂的廣域 大角度的 大角度的氣門重疊 尤其是進汽車 它這個角度大到呢 你吸氣 然後呢 進入壓縮行程的時候呢 進氣氣門 角度改了很多 它還不關 讓你吸進來的油氣呢 再吐出去一部分 然後你下一次吸的時候呢 等於是把上一口氣啊 再吸進一次 也就是說一次進氣 一次進氣呢 做了兩次的循環 這個呢 叫做阿金聲勢 也就是說呢 壓縮比 在不需要的時候 壓縮比是比較低的 需要的時候呢 所有壓縮比在用到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看到這邊 來 我們看到這邊齁 來 我們現在看一二三 另外一邊一二三 六缸嘛 中間的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交錯 去達到六缸的這一個進氣 那裡面呢 你看噴水這個地方 這裡有噴水有鬼對不對 一二三 那地方呢 也有一二三 但是你要注意到喔 它其實呢 在燃燒石裡頭 還有另外六支噴水 外部呢 一側的外部三支 內側三支 另外一側也是外部三支 內側三支 好 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D4S 缸外呢 各三支 在外側 這個就是進氣氣管噴射 在怠速的時候呢 進氣門以前噴油 造成什麼 涡流 有涡流呢 怠速比較穩定 而且呢 對於進氣氣管的頭端 以及進氣氣門 有清潔的效果 那內側呢 底下 插進去 直接插到燃燒室裡頭 缸內噴射 它噴的油呢 沒有經過進氣氣管 直接在燃燒室火塞 達到頂點之前 在缸內直接射出 高壓的 以物化的 一個油氣 好 那缸內缸外 彼此相輔相成 才能夠呢 第一個 低速的時候 代速運轉 怎麼樣 相對穩定 你看這個代速 幾乎 我直接手摸引擎喔 幾乎感覺不到什麼震動 好 然後呢 在中轉速 壓縮 你需要扭力 壓縮筆呢 進來的時候呢 我就剛才講 重疊角度 重疊角度呢 變成 奧圖循環的時候呢 壓縮筆完全給你的時候呢 鋼內噴射 到高轉的時候呢 又回復到鋼外噴射 低 中 高 透過鋼內外噴射呢 全部複到了 關於這個所謂的 可變壓縮筆 當然最近在市場上 大家也看到很多 不同形式的引擎 可變壓縮筆呢 其實 說穿啦 這一次我們提到的 所謂的 類壓金聲勢 與其奧圖 廣域的 進氣可變證實 其實就是一種壓縮筆的可變 而且是在原來的結構 不改變的情況之下 只是把進氣側的鋼輪軸呢 角度 可以9C的範圍更廣了 它就做到可變壓縮筆的一個功能 那如果呢 你為了要做可變壓縮筆 改變了整個引擎結構的話呢 其實風險相對是比較大的 好 那經過了這樣的一個試駕活動呢 我們想一下 RX車系呢 我剛才提到 1999上市至今 一直在龍頭的地位 你會想說 它真的賣那麼好嗎 不是豪華車都是買雙V嗎 這是大家的印象 直覺的感覺 你真的去看銷售數字 沒有錯 豪華品牌的中大型的SUV 一直以來 銷售量最好的就是RX車系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想啊 跟這個CP值 以及它能夠帶給你的一個 高級車該有的舒適安全性的感受呢 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而且我們要注意到呢 在7月份啊 RX總體品牌 在這個豪華品牌裡面 超越了賓士成為第一名 這個呢 你可能覺得驚訝 其實你仔細想一想 也不需要太驚訝 因為呢 它一直以來 價格上就非常吸引人 好 尤其在整個後勤體系 保固 維修 軟體的部分呢 其實Toyota跟Lexus系統 在國內 一直是做得最好的 相對其他的一個豪華品牌的話 這個部分 其實還有一點進步的空間 為各位介紹 190小排館 Lexus車系 190小排館 190小排館